這裡就是德國薩克森州的首府 特雷斯頓 這裡曾經是歐洲的藝術之都 以擁有華麗的巴羅克宮殿和教堂建稱 但同時 這裡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其中一個被破壞得最嚴重的城市 1945年2月13日 在盟軍戰機年番兇襲之下 我身後的舊城區差點被移為平地 這段歷史也令特雷斯頓 因此成名 所以說每個名城的背後 都是很傳奇的 在德國很多城市都有聖武大教堂 但名氣就不是每間都一樣 這間聖武大教堂是德國著名的新教教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是用了6118個天天夜夜夜去建造移城 誰不知在一天之內 就被盟軍的戰機轟炸造成的大火而摧毀了 在1945年之後的48年 整個廢墟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教堂的重建計劃一直外遇資金不足 要等到1993年才展開 耗知了一億三千二百萬歐羅重建的教堂 終於在2006年重新開放了 重建後的聖武大教堂 展現1743年富麗堂皇的 巴洛克建築風格非常宏偉 由拱頂最高到地面有近40米 可以容納1835人 昔日教堂頂上的十字架 今天仍然保留著 成為重要的歷史見證 大家或許會覺得好奇 教堂明明是重新建造的 但為何外場會有心有淺 顏色也不一樣 原因是重建所用的石材 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來自當年的廢墟 聽當地人說 很多特雷斯頓人 都自發性地去到廢墟 參與重建的工作 他們將仍然完好的沙岩 每一塊都編上號碼 方便重建之用 現在我們看到每一處黑色的地方 就是被保留下來的沙岩 他們都被放回原本的位置 特雷斯頓雖然一度被戰火洗禮 但重建工作的確做得不錯 政府對於一切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 都會設法保留 環境保育意識非常強 就像我身後的這間酒店一樣 就是其中之一的例子 這間四星級酒店 前身是樓高九層 用來存放穀物、香料和煙草的倉庫 要刻意保存重建 是因為這組建築物 在特雷斯頓首次出現 用鋼筋水來建成的高樓 這時是最難的 這次在德里斯頓建造 這次的9層建造 這時是很難的 這次在英國 這次在歐洲 這次在歐洲 在四個時代 他們建造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 但現在只用鐵和硬 這次建築物 很快 這次建築物 這次建築物 的老闆Visus Gamola 他认同保育历史建筑的重要性 所以决定将昔日的仓库 会发成今天特律斯顿 一间著名的四星级酒店 在酒店里面 仍然保留了不少传统的建筑细节 像昔日用水泥建造的楼梯 楼梯扶手和现代设计有强烈的对比 而窗台设在窗户的外面 外于打理不方便 在新一代的建筑已经非常少见了 这间就是位于酒店八楼的总统套房 租金成为每晚二千大元欧楼 很多名人都入住过 让我到处参观一下 总统套房里面 设备齐全 应有的也不会少 最吸引我的就是窗外面的景色 可以在这里欣赏特律斯顿 是否真的像一幅画般漂亮呢 在特律斯顿音乐是无处不在 充满每一个角落 就算是时光倒流 回到中世纪时代 特律斯顿人对于音乐的热情 都是一样 这间模仿中世纪时代设计的餐厅 在特律斯顿非常出名 一定要来见识一下 别以为只有我们广东才有烧猪 原来传统的拾黑心美食 也有烧猪 不过不知道味道 跟广东烧猪有否分别呢 正所谓入香随俗 吃东西当然要地道 一定要试试传统的拾黑心美食 这些用椰菜叶成的酸菜 酸酸甜甜 是炆牛肉最佳伴侣 看来这个秘制牛肉也不是惹小 你看看这个蛋糕 比我的拳头更大 立刻试试 很软 吃饱了, 达到饭后酒上场 这些绿色的餐酒是用香草釀的 喝的方法也特别过人 事应生说要在杯底 擠一些酒出来喝 行不行, 全都没喝到 好, 不过盡人事 让你来看吗? 你要去替我帮你? 你来看吗? 这只一式骗子吗? 你好 你放冰牙布 你的来说是玩我的 太好了 離開特雷斯頓 下一站就是位於 渤蘭登堡州的波茨坦 有柏林乘火車去 大約40分鐘就到了 來歐洲旅行 行程少不免就會參觀一下皇宮 其實每個皇宮都有很多自己的故事 問題就是你有沒有興趣發覺這些故事 或者有沒有一個好的導遊 說故事給你聽 所以我這次就請了一個 很好的導遊幫我手 大家好, 我是郭麗, 會點中文 讓我帶你看看 我身上最美麗的皇宮 叫做三四四 三四四是法語 意思是王幽宮 太好了, 我們現在就走吧 王幽宮可以說是 肥德烈大帝最愛的宮殿 建於十八世紀1745年至1747年之間 這座樓高一層的宮殿 坐落在片直葡萄藤的葡萄山之上 在山上168個玻璃室裡面 種植了不少無花果樹 跟傳統金碧輝煌的宮殿相比 王幽宮可以說是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其實肥德烈大帝是一個怎樣的皇帝呢 你看, 肥德烈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國王 他不僅愛自然 愛狗 而且還對各種藝術 包括哲學、音樂 還有建築感興趣 他也親自參加過 自己那個王幽宮的設計過程 哦, 真的 對, 他在裡面每天都要吹蝶子 還有作譜 他覺得王幽宮是他最快樂的地方 希望在這裡把所有的煩惱和憂慮 全王教 欣賞歷史建築物 最好就是裝備一下自己 要知道什麼叫哥德式 什麼叫巴洛克式 什麼叫洛可可式 不認識多也要認識少 如果你認識多一點 就自然可以享受到 欣賞這些建築物的樂趣 在王幽宮 我們可以欣賞到 德國洛可可式的建築風格 跟巴洛克式建築相近 洛可可式同樣著重華麗複雜的設計 筆對稱化變, 呈背殼形的曲線 展現了生動的構圖 在這間以大自然為主題 奔客用的沉室裡 牆上用了大量的花草樹木 熱帶水果, 料類動物裝飾 都反映了肥德烈大帝的嗜好和口味 這裡的噴水池 其實也有個故事 原來早在肥德烈大帝建造王幽宮的時候 這個噴水池已經做好了 但因為當時不夠雨水 附近也沒有足夠的水源 所以一直沒有水噴出來 在肥德烈大帝的有生之年 他根本沒有見過這個水池噴水 直至第二位繼任的皇帝 肥德烈威廉四世 他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將附近的河水引到水庫那裡 然後再用原本的喉管 將水泵出來 對, 這個水池從此就有水噴出來了 這是中國茶樓 但是設計或者建造茶的人 他們都沒去過中國 真的? 是他們心目中的中國 他們理想的中國 原來在德國人的心目中 我們中國人是這樣的 肥德烈大帝熱愛各地文化 遠在東方的中國 也非常好奇和向往 但可惜的是 他一生從來沒離開過歐洲 沒真正接觸過中國文化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的杜金人物雕像 都帶有歐洲人的影子在裡面 我最後帶你看的就是菲特烈的墓地 這裡一共有十二個墓碑 為什麼有那麼多? 那邊小的都是他的狗 是狗狗的? 對 大的就是他 我知道, 我還帶了土豆送給他 太好了 怎麼放進去呢? 來, 我幫你放 好, 謝謝 太好了 肥德烈大帝其中一個重要的功德 就是讓國民知道 薯仔其實是一種容易種植 又可以衝擊飽兔的食物 以前的德國人 只會用薯仔花去裝飾家居 而不知道地下的坑部 是營養豐富的食物 肥德烈大帝的發現 拯救了當時無數貧窮的國民 令他們不用捱餓 所以直到今時今日 德國人還會用薯仔 向這位肥德烈大帝致祭 就是這個意思 相信很多人對於波茲坦這個地方 不會覺得陌生 尤其是讀過歷史的朋友都會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國、美國和蘇聯的首腦 都在這裡開會 商討如何為戰爭善後 這次會議對於世界 故事然有一個重大意義 同時也令波茲坦這個地方 成為舉世知名的城市 和蒙丘公一起在1990年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 彩奇蓮霍夫公 目前也是由柏林、布蘭登堡 普魯士宮廷、元林基金會管理 這座充滿英國鄉村莊園風格的宮殿 建於1914年至1917年之間 是末代德意志帝國皇帝 和普魯士國王威廉二世 在位時下令 為儀式威廉抗例建造的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波茲坦會議就在這裡舉行了 波茲坦會議相討的是國事天下事 當中牽涉很多 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和衝突 如果其中兩國 聯盟結黨就會對第三個國家不利 所以三國巨頭協議不准私底下碰頭脈針 就連開會也要分三個入口入 當年會議的大廳在這裡 而蘇聯的代表史太林就從這裡入 英國的代表邱吉爾就會從這裡入 而美國的代表杜魯門就會從這裡入 除了會議之外 他們免得過也不會見面 這個會議廳就是波茲坦會議進行的地點 英、美、蘇、三國國旗對著的座位 就是三國元首當年開會坐的位置 而牆上所掛著一幅珍貴舊照 除了拍得三國巨頭 他在會議廳裡的情況 還有他們三位的親筆簽名 很有紀念價值 這次有機會親身來到 也算是難得了 拍臨國際電影節 是一連一度電影界的城市 國際影壇巨星閃亮登場 場面真是星光一一 電影是德國其中一個重要的創意產業 看來拍臨大約一小時車程的 巴伯爾斯貝格 既有國際級的片場 電影學院 還有這個電影主題公園 門外漢想對電影電池製作 有更多認識, 可以從這裡開始 德國在世界電影文化發展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而巴伯爾斯貝格 巴伯爾斯貝格這裡 更加被稱為歐洲的荷里活 讓我帶你們參觀一下這個夢工場 3、2、1, 開始 劇本是一劇之本 有劇本之後 各個創作部門的創作工作 就會馬上展開 場景設計師就會負責構思配合劇 劇情需要的場景 有時真的會弄盡腦汁 道具設計也一樣, 也不是簡單 一個我們熟悉的名字 Jackie Chan, 成龍 原來也在巴伯爾斯貝格拍戲 這就是她用過的道具 表面上看來是一個石燈 但實質是海面做的 這樣在幾十呎跳下來 也不會硬身腳, 讓我試試 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80日環遊世界》裡見過呢 你們女兒… 有一個很糟糕的車騎士嗎? 對… 你媽媽會很害怕 流血了, 還笑得這麼開心? 沒有她的 因為用兩元歐羅的代價 就可以請到專業電影化妝師 為自己在太陽穴開一槍 正確地說 是在太陽穴化一個開槍流血的妝 簡直就是物超所值 不過也有點得人害怕 這個很痛 第二次拍 無論是拍電影還是拍電視 在製作過程中 都會用了很多小伎倆 去達到拍攝的效果 這些巧妙都是不說你不知道 一說你就明白 這個模擬西部小鎮的拍攝場地 場景設計師 輕而將勤致遠的房屋越起越矮 令人產生視覺上的誤差 大家留意一下屋頂就知道了 79、80 這條街剛才由街頭望到這裡 以為有百多二百呎那麼長 誰知我80步就走完了 這間教堂 剛才看以為很大間 誰知走到近來 原來我比門還高 真的, 一試 làm目擠 我們買兩個姿勢 lan Kṛṣṇa 重要好不好? 就算我們贈櫃 我們asd 大家看新人ge 看看新人ge 你是不是覺得 怎麼會在親手上 在鏡頭裡,場景、音響 和燈光互相配合之下 現場效果非常迫真 但在鏡頭以外,原來另有乾坤 所以只要動動腦筋 假的看起來也可以很真 特技人,是動作電影裡的幕後功臣 如果沒有他們 觀眾恐怕很難會在電影中 看到一幕幕高難度的亡命演出 他們的付出絕對值得大家掌聲鼓勵 德國雖然是一個經歷無數戰爭的國家 但居然有不少地方 能僥倖逃過戰火的洗禮 位於德國的南部 面積只有54.58平方公里的班貝克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1993年,這裏的舊城區 近被聯合國選中 正式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我身後就是班貝克這裏的舊市政廳 它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它坐落的位置 在其他城市,市政廳通常會建在城市中心廣場 但在班貝克這裏 舊市政廳是建在何人工島上 當年有這麼大膽的嘗試 其實是跟一場政治角力有關的 早在大約1007年 神聖羅馬帝國國王亨利二世 在班貝克成立了天主教主教區 政教合一 令教廷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老百姓一直想將市政廳 建在屬於宗教權貴勢力範圍內的 舊城區市中心 無奈事與縣為 他們最後決定將市政廳 建在舊城區 和老百姓聚居的島城區之間 位置就是班貝克的雷格尼池河上面 班貝克這裏除了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 對於一群喜歡收藏古董的玩家 更是購物天堂 因為這裏整個區都是古董店 數目和紀念品店都差不多 在政教合一的統治年代 班貝克的財富和權力 主要集中在教會和權貴手上 他們最深藝術 擁有數之不盡出自明家手筆的油畫 雕塑和工藝品 不過時而世逆 在大概兩個世紀之前 教會和貴族的勢力終於崩潰 無數已經變成古董的珍藏 逐漸流落民間 班貝克就慢慢發展成為 世界知名的古董交易中心 現在每年都有大型的古董交易會 在班貝克舉行 這張寫字台 是這間古董店的鎮店之寶 根據古董店的老闆所說 它是來自18世紀中的特雷斯頓 極有可能屬於薩克森皇國的 奧古斯特大帝 它是否屬於奧古斯特大帝 我不知道 但肯定是我見過最貴的寫字台 因為它價值成60萬歐羅 即是700萬港幣 應該不太好, 再嘗嘗看 哪會有餐廳 這次其實不是很尷尬 是有四公斤的 olvid 有四公斤的 主打說是拉 contrast 我們這次送到 這裡好像 your own 早上是有四公斤的 我們都沒給你 看到蟹克森外 有幾個最尷尬的 哪太厚 今天就變成古董旅行箱的專門店 所賣的古董旅行箱 大部分都是17、18世紀的產物 這個箱子鑊魚皮的皮箱 手工還相當精細 在一個世紀之前 這種行李箱可謂封行歐洲 它是除木製的 而且外層包了真皮, 非常堅固 裡面的間夾還很精細 你看, 有桂桶 有桂桶, 又可以掛衣服 又可以掛褲, 掛很多配件 所以它是重量十足 我想一定是上等人才能用 這麼重, 自己怎麼搬 班貝克除了是古董收藏架的天堂 還是美食之城 這裡有一個露天市集 可以找到很多地道食材 白露水這麼粗糙嗎? 甘謝, 太誇張 西味地道的啤酒文化 品嘗煙燻啤酒 好, 下一集繼續有我, 鄭安琪 帶大家在德國吃、學、玩樂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點 今集的旅遊資訊 歡迎隨時點擊TVB.com 請 grown, 請 請 好, 黄恩